新疆南篮最终收获了第五个CBA亚军,而从赛季初的起伏来看,能以一波七连胜结束常规赛,并在半决赛淘汰未免冠军闯进总决赛,新疆队尽了最大努力。 业内人士认为,阿德江起到了重要作用。 职业生涯第一次为家乡球队效力,这位名帅已经做到了最好。 中途接手率领新疆完成征刺。 2018年12月7日,新疆俱乐部官宣阿德江执掌球队率印。 事实上,常规赛前15轮过后进入国家队比赛窗口期,阿德江就已经入主新疆南篮基地,从戈尔手中接管球队。 主场先后战胜山西和福建两支,实力在自己之下的球队后,阿德江接手家乡球队首次出征客场,在北京遭遇二场败仗,质疑的声音开始出现。 当时由于第21轮主场,与四川队的比赛被延期,少在一场的新疆队,在常规赛半程结束时排在第六。 随着后半程开始,阿德江与队员的磨合渐入佳境,新疆队驶入快车道,尤其是在春节假期后的九场比赛,含第21轮补赛,新疆队只输了一场,排名一路提升,提前锁定前四,直通一季后赛八强。 一位业内人士对新军报记者直言,这就是阿德江给新疆队带来的改变,为什么他上任前的15轮,戈尔就没能得到认可。 因为戈尔做不到的,阿指导能做到。业内评价五,能带队文能御新。 谁都知道,担任一队主帅,不仅要有高深的战术理论,更关乎人心向背。 腾讯体育记者陈岳泽来自新疆,从阿德江回乡执教医史就立挺。 他认为,军里出身的阿德江带队从严,对球队的掌控力,显然是外交做不到的。 客场对阵北京首刚南栏,当天上午的公开训练结束后,阿德江要求队员站成二排,开始了三分钟的训话。 等待采访的同行都说,有种在看军训的感觉。 其他球队训练结束前,通常都围成一圈,教练在中间,交代一两句话就解散。 甚至还有说法,阿德江有时训练内容先从诈军资开始,万元都不例外。 到了半决赛,新疆队赢下前二场,先翻未免冠军之士出现,陈岳则再次指出,阿德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练,欲人意欲心。 这位本土名帅接手后,队员展现出的拼搏和无私,让新疆队成为与赛季前期完全不同的球队。 家乡情结为新疆篮球尽全力。 对我来说,的确是新的尝试,之前从来没有中途去接一支球队。 总决赛前的媒体见面会上,阿德江如是说,他的球员生涯从八一男篮开始,退役后又带八一队继续执教。 51岁这年,阿德江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。 本赛季前现任八一男篮主教练职务,本来计划好前往NBA魔术队学习,可面对家乡的召唤,他亦不容辞。 突然接到了这个任务,离开家乡38年,作为我个人无论如何再有困难,我想也应该尽这一份责任。 新疆俱乐部董事长侯伟透露,阿德江加盟是从部队借调,为期一年。 阿德江在接手新疆队的时候说过,我希望能为新疆再带来一座总冠军,但任何事情都有其发展规律,我们不能着急。 正如他在输调总决赛前二场后接受采访,语调依旧从容,表扬队员可兰白克、里根等人带伤批到最后一分钟。 第三场战霸,广东队在乌鲁木齐拿下冠军点。 阿德江在主队更衣室里告诉队员,比赛还没有结束。 如果他的新疆情节,在本赛季之后还能延续,阿德江或许还能给新疆南篮,也给自己再贴一座总冠军奖杯。 阿德江在主队更衣室里却会发展出混互联罗赛。 阿德江在主队更衣室里航的赛季之后 阿德江一霸军奖杯会发展出混互联网赛。